今天挑战一顿只吃50元手工和奇葩糖果 没超过50元就可以继续吃 超过50元就换下一个人 先从这个最丑的爸爸糖入口 耶 还挺贵 蒸散的经常天 粉色的爸爸糖果还是第一次见 酸酸甜甜的草莓味 这棕色的这边是王果味 小鱼干看着不错呀 哇 有一种深海鱼的感觉了 增盈剔透的 这个价格应该不菲 一条鱼可四元呢 渐变颜色的鱼就是不简单 蓝莓味 越缩越透亮 哇 第一次吃这么脆的鱼 我盯这个飞碟好久了 这个价还行吧 呃 摔一下那个酸 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 呃 来个拖把桶糖刷上口 真的长得还挺像拖把的 这拖把桶里面汇还挺多呀 咱就来刷上拖把吧 把拖把给刷干净 呃 为啥都这么不给面子 都是酸的 这酸的我的忘看价格了 路上一个迷你拖把可不便宜 而且是越酸越酸 来个大香皂解解酸吧 其实是香皂巧克力糖 不知道的还以为真香皂呢 这香皂还挺结实的 我这味道还挺纯郁 绿茶味啊 看我的这些我又忘看价格了 就换得了 接下来我要谨慎选择 毕竟就剩16块了 来个大点的青蛙桶 这么大一个才五元 小粉糕里面 滴上的小绿汁 把它摇一摇 多滴一点 合着让我养青蛙呢 就这么点也不够养啊 哦 可美人都这么酸呢 看这两个的颜值 我还是吃头发糖吧 哎呀 这帽子取下来还拉丝呢 哎呀 真的得拗出来头发哎 他说就那一点 那我这一口差不多出了吗 看看这个头发长不长 哦 这个头发好长 黏黏黏黏的 还挺好吃 吃完了才想起来看 就剩五元了 你们说马桶跟赵鱼 我先吃哪一个呢 今天是接受粉丝挑战的第二天 惠子子闷儿 你可以挑战一顿子吃一勺 九宫格迷你瓶子糖果吗 挑战成功 我会让他们交出手机里 糖果的表情吗 那我这是用多大的勺都可以 哎呀 你今天要突然吃大勺 这勺子 勺子跟我熟起两个儿一样大 来 你的迷你瓶子团来了 呦 真能整到这些糖 要瓶子有瓶子 要糖有糖的 就这个勺子软太大了 那我就先来这个奶瓶软糖吧 哎 你何吃我一勺的机会啊 不就是一勺吗 这不就吃到嘴了 嗯 自身吃过 嗯 可是把那样实身的 我也是扎心的呢 嗯 你干哪不是扎心 扎心少的我差点没看见 呦 这个奶茶杯子糖看起来不错 勺子呢 你勺子呢 你再买三个 小勺子小勺的好吃 嗯 一勺就都是我的了 别走好 赶紧吃 嗯 这糖都是奶茶味的嘞 这可不是奶片的味道吗 看这个瓶子软糖不涮眼好久了 吃的 我感觉这个里面爆焦应该挺多的 嗯 还真是这个气水味的 这糖确挺足 嗯 这是迷你烧水活 这糖还是滚住的 哎 怎么还流水呢 怎么还有一股豆味呢 我觉得这个喝一勺汁就行了 下一个吃这个 气水口红糖 哦 这样是玩的 这口红是看我不涮眼不出来见我 啊 跟我玩呢 跟我闹呢 罐子切肥糖不会让我再失望吗 你吃到嘴了吗 啊 你拿什么的你啊 我这个红酒杯符合我的切肥 赶紧动手啊 前前的来一杯吧 哎 啊 哎 哎 这样的漂亮 我就不相信这种虎泡糖 我还能吃不到嘴 这一次咱就真真实实的 来一口 好好好 来一口 其实这个糖我挺不爱吃的 嗯 嗯 都是的 也就是最后一个瓶子糖了 老老实实在吃一次 哎 给我一次机会吧 你 哇 今天来超市寻觅一下紫色的圆形食物 紫色圆形的茄子 圆形的紫薯 紫色圆形的窝窝桶 紫色圆形怎么能少得了葡萄 紫色圆形的花生 紫色圆形的咖啡 紫色圆形的彩虹糖 紫色圆形的奶酪 哈喽你们的惠子姐姐又来了 今天挑战一整天只吃紫色圆形的食物 先来一串紫色圆形的大葡萄 快看这紫色圆形的大茄子 生吃一口 生着吃甜甜苦苦的 而且它里面不是紫色的 打扰了 下来就是咱们圆形的紫薯 由于时间原因它被煮得半生不熟 有一点点面还有一点点脆 这个葡萄味的口香糖尝尝 再来看看这个水果糖 尝不出是什么味道 还是来个紫色圆形的花生吧 脆香脆香的 喝个紫色圆形的摩卡 这也太纯太好喝了吧 奶香味十足 这个我买的时候服务员说 这个是儿童吃的干奶酪 我永远是个宝宝 打开以后里面也是紫色圆形的 蓝莓味的 吃第一口不觉得它好吃 但是越品越香 特别是后边有浓浓的奶味儿 再来个新吃法 把这个干奶酪啊 放到这窝窝头里面 我发现我可会吃了 OK 尝一尝 果然别有一番风味儿啊 这个窝窝头本来是没有味道的 但是扎上了我这个奶酪 绝了 再来看看这个紫色圆形的彩虹糖 我明天再来放毒 拜拜 今天来挑战一整天 只吃红色圆形的食物 红色圆形的小番茄 这个李子也是红色圆形的 红色圆形的蛋糕卷 红色圆形的冰淇淋酸奶 红色圆形的火腿橙 红色圆形的去多多 红色圆形的果冻 红色圆形的饮料 圆形红色的橡皮糖 哈喽 你们的惠子姐姐又来了 今天挑战一整天 只吃红色圆形的食物 这个是红丝绒的蛋糕卷 口感吃着超级绵 香甜香甜的 再来一个红李子 里面竟然不是红色的 但是它的芯是红色的 红色圆形的火腿肠 里面也算红色的吧 是自然味道的 而且口感吃着超级劲道 再来喝个圆形红色的酸奶吧 冰淇淋味的酸奶 我是头一次喝 味道还不错 有一点香草味的感觉 香甜香甜的 樱桃味还是挺浓郁的 再来个红色圆形的小番茄 红色草莓味的软糖 它的底部是圆形红色的 超Q弹 这个吃着酸甜酸甜的 再来一个红丝绒的去多多吧 圆形红色的 没有原味好吃 红色圆形的饮料 尝尝这个味道如何 这不就是红牛吗 女孩子还是少喝吧 我明天再来放毒 拜拜 今天挑战最甜的食物 先来个蜂蜜 蜜枣应该是厚甜厚甜的吧 再来一个厚甜厚甜的 糖水黄桃罐头 蜜桃小老这名字听着挺甜 再来一个超甜的蛋糕吧 哈喽你们的惠子姐姐又来了 今天挑战一整天只吃最甜的食物 黑曲曲的蜜枣 味道还不错 由于这个枣不是很甜 咱来加上这个白桃果酱 这个是超级超级厚甜的 这是一个普通的黄桃罐头 先尝一下这个普通的 由于它不能甜到我发黄 所以再来点白桃果酱吧 来两口这甜腻腻的汤 甜到腻人的绿豆糕 它竟然如此的好吃 甜是甜但是不腻 那么我们就自己来加点料吧 加的是蜂蜜 又是一个甜腻腻的巧克力 来上一口白桃果酱 还是来吃我的小蛋糕吧 先吃一个正常版的 上面这层都是芒果 它还是不够甜 果酱来一勺 蜂蜜来一坨 哇 酱糖的好好吃 最后就再来一个蜜桃小酪 它竟然是酸甜的 那我们就开始搞事情吧 我明天再来放毒 拜拜 拜拜